這個很謝謝我們每頁董事長給我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我往上追復的這個過程 那因為本身這東西都在我是導人 那我帶團的時候呢 其實到真的很忙沒有時間 但是為什麼會搞這張症狀 這個關鍵就是在於 我的老師 我是念治理畢業的 我的老師他告訴我 因為我老師他是本身是念 然後關切的這個很冷門的 是像現任治理技術學院意見部進入部的主任 黃世雄彭老師他是雙博士 他知道我在這個裡面 已經很多年了 那我跟他聊到很多在培訓新人這方面的一些事情 他說那你可以去考慮就業服務 去把你的專業再去什麼強化起來 那我說好那準備考什麼東西 老師給我對資料看 老基法 就業服務法 老公 大量解工老公保護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一對方 那又考什麼 學科就是選擇題嗎 術科 不好意思 可以打個招 那你講電話也可以去外面講嗎 哈哈哈哈 今天開始比較重要 沒關係 然後他說有學科跟術科 術科就有實題深論題 我後來找歷屆考驗 然後我想說 嗯 老師竟然告訴我 這個是能夠強化我專業的證照 那我一定要考上 我看到又是乙跡 我想說在茫茫人海靈隊群裡面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脫穎而出 才能夠為自己的專業加分 這樣正常我就勢在必行 我一定要考上 所以呢 我從在泰國帶團的時候 一年考三次嘛 我想三月七月十月 我都知道 每年都固定 三月七月十一月 然後呢 我都利用帶團的時間 或者是白天上 在看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提前一個小時起床 開始在背書 然後去考 等一下可以上網 可以看我的資料 我第一次考了33分 數科 學科70分過 然後後來 第二次就50分 52分 50分 然後到去年 8月去考到63分 就過了 那我知道後面會越來越難卡 因為他會把學科跟數科會在一起 之前是學科的話呢 是可以累積嘛 就是選擇器可以累積 可是現在是學科跟數科 要同時間考上 所以它難度會比較難一點 那我先來分享說 我怎麼會考上 然後 當然我覺得要一些方法 那其實今天最主要來 是跟大家分享這個方法 有聽過新制圖嗎 有聽過嗎 這 這個都是我自己畫完之後 然後把它做成講義的有沒有 有沒有 就業服務法整本 有沒有大量 性別 老師爭議 勞退 就業保險法 我只帶幾本來 甚至來畫一下 因為太重了 那為什麼帶白紙來 因為 這個東西其實就 回到兒時的時候呢 這是我用我的方 用我的方式去記的 那我覺得大家在一起 可以勞力計當 用什麼樣的圖案去記 幾個字 比較概念 像我畫這個圓圈圈 有沒有 這個人的臉孔 代表什麼 就業服務 這四個字 所以當我們在背書的時候 如果遇到就業服務 我就用這個圖來代表 這可以刺激我們 活化我們大腦 我們那個記憶的一個 一個那個方式 你不要在石斑板 這樣背那些東西 被調理會睡著 真的會睡著 那我覺得 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有什麼 這是其中一個 然後像我這邊畫一個烏龜 有沒有 你看到嗎 烏龜 烏龜是什麼 代表龜地 龜地 龜地齁 那個有點苦臉 那個是雇主 因為每個人要付錢 付出去 戴帽子 然後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我畫一個房子 這邊就是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好 用這種方式 然後這個是私立就業服務機構 所以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就 我就 不再去背那個很死板板的那個條例 加上第二個方法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是什麼 就是 我會在 在記這個條例的時候 把它唸出來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們在 在 跟客人做很多的 可能條例的說明的時候 這個 條文是死的 可是透過我們一次兩次 不斷的說出去 他會記得很清楚 陳如各位 跟我出去的時候 我在這樣跟大家做很多的介紹 就 哇小姐這麼厲害 寶都師 那都是每一次帶團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自己 這是一定要跟客人 做我分享的知識 嘗試的東西 那陳如這個東西 我覺得 各位 雖然它是很死板 很生能的東西 可是你要把它 當成是 什麼 就是 每天 或是說 固定 會在 特定的時間 跟客戶在做 說明的時候 你要引進據點 的一個方式 就像律師一樣的概念 律師會跟你講 根據第幾條 什麼什麼什麼 像我現在常常跟客人講 就是說 老計法第五十二條 我們老公退休了三個條件 工作十五年以上 年滿五十五歲 工作二十五年以上 跟工作十年以上 年滿六十歲 這是老計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 那我每次帶團會講到這一條 為什麼 因為客人會問說 為什麼韓國的開車司機都這麼老 他們幾歲退休 那我就把台灣的這個 搬出來跟他們說 哇 好專業 所以我說 背這個東西 其實不單只是為了考試 不能是為了考試 準備 是說你真的能夠去活用它 真的能夠活用它 那先來 來教大家 怎麼來畫那個心智圖 其實它這個是跟我們大腦 那個神經元有那個連結 也是有概念的 如果你有搜尋相關的話 你可以搜尋新智圖這個東西 我之前上課 還要花好幾萬去學這個東西 真的 真的 好不好 那因為我這邊沒有筆 那我就 旁邊 旁邊 好 這邊我會幫大家準備一個筆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去那個借 我會用那個A-Pose A-Pose 會用平面的 那麼在畫的時候呢 譬如說我們來舉例 大家那個15分鐘就好 先關掉 來 來 我覺得 我們就先來 背 先畫一條來背一條這樣子 那大概就比較有概念 這把第五條很重要 這條每年都好像B條 在畫的時候呢 我會大概畫成六個形狀 方便我去寫這些資料 每個人每個人畫法不一樣 我就把我畫法跟大家講 我會從這邊開始畫 畫完之後呢 因為我說它跟我們動的大腦的神經元 是有關聯的 那麼 我會用不同顏色 可能第一個顏色 我比較不太喜歡用黑色 因為我希望人色是彩色的 所以我就用很多顏色 所以呢 我就用這個 這個 我會把它塗滿 塗滿 塗滿之後呢 比如說塗滿之後 我要去記憶它 順時針方向 順時針方向 我從這邊開始去記憶它 比如說 畫完這個之後呢 它是寫什麼 第五條是 雇主招募或雇佣員工 不得有下列情誌 好 那我會噴血 然後我會把它拉上來 然後畫 這個很關鍵喔 在畫新制圖的時候呢 字不能超過六個 最長字條不能超過六個 所以 你看我在 呃 背的時候呢 都會用很多 像這個畫什麼 這是身分證 有沒有 這是身分證 有沒有 身分證啊 就是 身分證不是照片嗎 很點很多東西 畫這個圖代表身分證 所以我只要 看到這個就代表什麼 身分證 每個人的 聯想不一樣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可以幾次廣益 我覺得這個畫起來比較好記 我覺得這樣子的圖書 會是 以後我們可以把它建立起來的 那我說嘛 我的方式 我說雇主我就可能 畫 一個帽子 然後呢 雇主比較 苦瓜的 這樣 雇主 只要看到這個 之後只要 有相關雇主這兩個字 我都畫這個圖 來去記憶它 我就不要背字了 儘量就是把我們 課文 就是那些條例的東西 全部變成圖案式的方式 去記它 好 雇主 然後招募或雇用員工 雇主 招募 我的字寫得比較醜啦 因為小雀老師說 字的醜跟長相是很反比的 顧主招募或雇用員工 那我覺得這員工呢 其實可以 可以 用個笑臉 你就會區別的 這個就是什麼 放帽子的就是雇主 然後上面戴這個帽子 就是什麼 員工 但是還有另外 我們後面還有什麼 勞工什麼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樣的 顏色來區分 我們可以再 可以再根據個人的方式 來去做什麼 做變化這樣 好 雇主招募或雇用員工 不得有效率形式 所以 你發現說它這個 這個顏色 這把它塗完之後 它跟我們大腦那個 神經元的那個概念是一樣 我們大腦的也是這樣 就是透過這個 去一個連結連結連結 連結很多出去 去記憶的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呢 你的 比如說你畫了 你要寫兩個字 你的就是畫了兩個字 差不多 就是一個字 就畫一個字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最常不要超過六個字 好 所以 因為 先制圖的畫法就是把 文字 變成什麼 圖案 的方式 好 所以等一下呢 這個 教完大家 開始可以什麼 開始去練習畫 好 可以去練習畫 趙門說不得 沒有 不得 或是不得有 也可以 不得 不得有 所以 這個呢 其實可以 可以讓大家去把什麼 把 把 把這個 裡面的內容做什麼 做一些 呃 分段 你在背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知道說 你剛才是背很長 不對 它其實有些重點是在裡面的 那你要把它 透過這個在畫的時候把它分段 開始會很慢 沒有錯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 而且我講這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什麼 變成我們的長久的記憶 你開始背的時候會比較慢 可是到後面就會很快 而且你可以在上面 可以增加很多的東西 你就不用說像我們那 背書的時候 這樣子寫一些東西 不要了 不要 因為我覺得那個 讀書的方式 用這樣的方式其實是真的很快 然後第二 我就寫什麼 對不對 開始第一條 不實質廣告或結實 那一樣是這樣的話 這邊有很多那個 眼色如果有需要的可以 去用 那我會在 因為上面這邊不能寫字 正常的話在旁邊 這個地方還可以寫字 為 不實 我這邊先寫上字 我會不實 不會把它寫太長 不實之廣告 就是把它分段 不實廣告 好 破階式 然後咧 出名 30萬到150萬 這邊寫30到150萬 這張大家一起畫 畫完之後呢 你就背起來了 不誇張 真的 就背起來了 這個 我覺得我們那個記憶 是透過這種方式去不斷 不斷把它訓練起來的 然後呢 好 那第二條在哪裡 用透過不同顏色呢 它會幫你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題 比如說 我裡面沒有寫到 我想說這個是什麼 我說這是就業服務 這個圖案就叫做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的第五條 這樣去記它 就業服務的第五條 然後呢 我說這個會變成像資料夾的概念 第五條 你只要考試出來什麼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 你馬上這個 腦海裡面就出現這一張圖 然後呢 藍色在這個地方 紅色在這個地方 紅色這個地方是什麼 雇主招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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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用員工 不得下列前市 然後呢 中間是什麼 綠色的就跑出來 綠色的字就跑出來 唯布斯斯廣告或皆是 除三十萬代一百五十萬台幣 這樣子 然後呢 下面繼續喔 正常來講的話 第一個字 這個字會用什麼 用比較粗的 粗的那個 這個筆來寫 這個特別 也要順便講一下 因為前面這 上面這兩個沒有辦法 可是你畫到下面來的時候呢 這邊 第一個字 就是 畫這個 畫這邊的時候呢 它這個 第一個會寫比較大一點 然後後面字都比較細小一點 因為這個有點類似 像資料夾的概念 好像資料夾的概念 我就利用這一次 然後順便再跟你一起複習這樣 謝謝大家 違反